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由英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九百一十三集 柯一雄原本是只做工地的 招一群工人就能开工 不就是修房子吗 能有多难 他是不懂技术 那就请一个懂技术的总工看着 再油滑的工人都不敢和柯一雄叫板 工地是搞下来了 请懂行的人算 这个工地干完 柯一雄能赚二十万以上 在八五年 二十万华币不是小数目 好多承包工地的 最初干的都是散活 拉几个铜箱接点活 一年干到尾 好的能变成万元户 工程不顺利的 亏了本钱也说不好 赚二十万的工程 至少是百万级别的总预算 柯一雄一点经验都没有 杜兆辉扔这么大的活给他 可不算抠门 但柯一雄是个很有野心的人 他要是不想出人头地 也不用费心抱上杜兆辉的大腿 杜兆辉给了他二十万利润的工程 柯一雄想要更多 到了蓬城后 柯一雄很快描上了运送建渣的生意 这个生意比修房子还简单 修房子要有技术 运送建渣只要有卡车 找几个司机就能开工 这门生意别人都不敢和当地人抢 柯一雄在阳城当混混头子 那也不是白给的 他手下最不缺的就是人 仅仅是会坑蒙拐骗 当初能把白珍珠他们吓到 柯一雄自己先出面 一个个工地挨着谈 要让人家把运送建渣的活交给他 他还是道上的做派 大人和气又爱笑 该送礼就送礼 该个人递烟也不含糊 反正建渣是必须运出去 对那些工地的负责人来说 交给谁都一样 有人拿了柯一雄的好处 就松了口 小柯 你要能把生意从原本的运输队手里接过来 那这些建渣以后啊 就归你管 说话的人也不知道小柯是多凶残的存在 原本的运输队 其实就是当地的地头蛇 把运输建渣的生意给垄断了 车子跑一趟 难道只运建渣呀 当然不止 运输队是帮忙拉着建材到工地 拉着建渣离开 一进一出赚两份钱 这么赚钱的生意 柯一雄要没发现还算了 一旦发现 必然要和别人抢一抢的 他的人都是从阳城叫来的 打了架就跑 把这边的地头蛇搞得也很头疼 一个生活朴素 仗义输财的混混头子 下面的手下都特别拼 柯一雄说了 要带他们过好日子 以后个个都当老板 而不是看见公安就心虚的混混 老大都这样说了 还不拼命啊 打十场 柯一雄这边起码能赢七场 短短时间内 就叫这条过江龙 收拢了一大片地盘 现在一般的地头蛇 还真不敢和柯一雄争 他一个人垄断了几个工地的建渣运输 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不垄断更多 不是柯一雄宽宏大量 是他的运输队忙不过来 资金有限制 买不了那么多卡车 柯一雄正在从混混头子 往包工头转变 或者说 他混混头子的本质没变 给自己披上了包工头的外衣 现在叫他老大的人少了 再笨的手下们 也知道要叫老板 柯一雄才会更高兴 柯一雄刚在鹏城站稳脚跟 本来还没想起来夏小兰的 他和夏小兰的生活 没有什么交集 柯一雄也不可能得到 招商酒会的邀请函 两人没见面的机会 他忙着拓展事业版图 没空想女人 哪知阿华说 要把夏红兵父女俩 送到工地来干活 曹六把这事当成笑话来讲 可不是嘛 夏红兵一家 本来就是被曹六的人骗的 用来做套 打赏了杜兆辉 要曹六说呀 柯老大还真和姓夏的一家有缘 夏红兵一家用来做套 送夏紫玉偷渡去香港 是人情 左右都是靠着夏家人 柯老大才能有如今的局面 杜兆辉自己把人赎回去的 现在又把人亲自送了回来 曹六觉得搞笑 柯一雄本来心思都在生意上 被曹六一提醒 他又想起了夏小兰 这种小事提什么呀 你随便找个位置 就把这两人安排了 不用特意照顾 我们能收下人 就是给阿华面子 阿华 还是很受杜兆辉气中的 重要的是阿华是个明白人 给他一个人情 说不定 什么时候能用上 曹六也不闹了 柯老大说的是正经事 夏红兵那一家 就是无关紧要的挑梁小丑 阿华如今却是杜兆辉的心腹 二十万利润的工程对柯一雄来说重要 对杜兆辉不过是毛毛雨 杜兆辉要是肯多关照 柯老大一定能带着大伙 赚更多的钱 老大 我知道了 一定会安排好的 柯一雄抬手 慢着 你去查一查夏小兰 她在京城念大学 也该放暑假了 人是不是在鹏城啊 夏小兰之前 瞧不上她是道上混的 柯一雄也是被潘三下了脸面 惹不起夏小兰身后的背景 现在 她转型成了包公头 大小也算是个老板 她倒要看看 夏小兰的态度 是不是还和从前一样 要说喜欢 男人都喜欢长得漂亮的 可柯一雄 真要得到夏小兰了 不一定能惦记这么久 对男人来说 再好看的女人得了手 慢慢的也就没了新鲜感 除非从单纯贪图美色的走肾 变成了走心 柯一雄能惦记这么久 就是因为她心心念念 却得不到 她和杜兆辉对此 一定有共同语言 夏小兰错了两人的锐气 曹六听了真郁闷啊 光顾着笑夏红兵妇女傻 却忘了夏红兵是夏小兰的叔叔 柯老大肯定还得想起夏小兰 曹六还是有点不敢惹夏小兰 潘三带给她的阴影太大了 转念一想 他们现在做正当生意 打听一下夏小兰的近况 潘三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吧 柯一雄手下有很多三教九流的 这些人能坑蒙拐骗 也能打听消息 要不当初也不能知道 袭击杜兆辉的几个劫匪 逃去了香港 现在这能力用来找夏小兰 那也很容易啊 夏小兰又不是那么低调的存在 就那张脸搁哪里都藏不住 从白珍珠那找起 顺藤摸瓜就能找到刘勇 然后就能找到夏小兰的活动轨迹 柯老大在忙着转型 这个女人也没闲着 在鹏城一直有动静 曹六嘀咕 这种女人不安于事 老大不太好拿捏住啊 又是搞建材店 又是开装修公司 既要读书还做生意 曹六都佩服夏小兰能折腾 柯一雄大乐 他开装修公司 我搞建筑工地 曹六 你说我们是不是特别有缘呢 大家早上好 我是青阳 感谢大家依然在收听我们的这部作品 在此呢 真的很抱歉 我即将每天一更了 说实话啊 我回家呢 就是前一天 熬夜录到了920集 本来打算初四回去 然后初五恢复四更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我回不去 外出很危险 并且我的录制设备 所在地 已经因为这次的肺炎病毒 被封了 就是邮寄我的设备 貌似也邮寄不了 然后又想着我去网购新设备 结果查了一下 基本都是在2月4号左右发货 所以 暂时大家就先每天一集的听着 我希望我们的声音 能一直陪伴着你们 度过这些忐忑的日子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白衣天使 依然坚守在他们的岗位 我相信 我们一定可以度过难关 然后大家一定要少出门 做好防护措施啊 愿你们以及你们的家人安好 愿所有人安康 请不吝点赞订阅